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新人后市我们来到这一间是什么地方呢 志愿 这个立法会216室 其中议员有时自己都会租房 借房不是租房 不是租的 不要搞错 这不是九龙堂 搞错了 要借房 加马波是否经常借216室 其中一间我们不定 看看谁先用后 因为我们有好几间房 可以接见市民聊天的地方 这个不是咪 这个不是 你才是拐掌 不是咪 今集我们和Paul谈论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关于政府总部 总是觉得Paul做议员是有些 有些新意 有些叫做什么 创意 搞创意产业 对 就是你要搞政府总部 五区总 不是 五区总字 五区都开 十八区都开 其实我两个重要主族的理念 一个就是说我们 现在不需要一定 政府霸了那些中环 或者金钟最贵重的地皮 来做一个政府总部 我们不需要一个 好像其他邻近地方 起到很高大 很威猛的一些政府总部 过攻重得 我们不需要 香港应该可以 一个比较是着重 因为市场还真是大市场小政府 意思是什么呢 不要只得一个说字 而是你自己用的地方 都是应该将最贵的地方 是交给市场 我们赚钱 收租也好 给别人发展也好 我们政府是可以 落区做的 如果能够 譬如说政策局 要聚买一堆 你可以找个地方 例如说启特机场 旧机场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用 那里四中八达交通 又是很中心的地方 又不用过海塞车 很着手 更加好 就将不等洗 不等洗 即不是那么重要 或者可以 不需要随买一堆的地方 政府的机构 摆到18区 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用行政带旺市场 例如我们伦敦一个地方 深圳 曾几何时在落湖 什么都做了 但是政府主动带去福田区 重新把行政区 放在福田区 整个地方都大旺了 同样香港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是说偏远地方 好像天水围 屯门 元朗 没有工组 不旺 为什么我们不把政府的资源 带头放在那里 搞一些政府总部 甚至用税的政策优惠 引一些机构 到那里建总部 建公司 让当地当区的多些工作 多些市民可以 不需要用他们的人工 里的差不多20-30% 去搭车出来 也不需要太多车的单向性 上班时 由市区 又偏远地方来中环 下班时回去 这种单向性的交通 亦都很免得失事 又贵了 又跟着那些车路 是行空车的 即飞漫黄时间的时候 亦都避免很多污染 觉得这个做法是值得想的 虽然你说 天马南都起了 你还讲这些东西 事实上真的 是迟的 但是不是说不可以改变 为什么呢 特别顺应于我们 这个金融海啸发生 过了这一年有多 我们看到 美国是下跌的 中国是上跌的 经济上 而很大可能性 美国会大幅 美金大幅贬值 人民币又会升 更加重要 人民币的重要性 会越来越大 可能香港会是 经过我们国家的支持下 唯一或者第一个利岸人民币的中心 这个势头很好 第二就是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 需要很多的 礦产的资源 能源的资源 一直来讲 期货交易 香港是很弱的 香港所谓的金融中心 其实玩来玩的 玩烦 就是上市融资 甚至可能玩warrant 就是认股症 但除此之外 其他几番东西 我们没有玩的 或者不玩得不好的 包括比如说 Forex 外币结算 包括債券 不论是政府的債券 或者是企业的債券 都是很弱的 另外就是 外币的債券中心 也很弱的 这些全部是现在日本和新加坡 倒转比香港强的 我们如果现在利用中国 这么支持我们香港 做人民币离岸中心 又在香港发行债券的话 又可以在香港发行 这个商品的期货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 不要只是抢上海 深圳的东西 我们应该是抢 我们的目标 竞争目标 应该是新加坡 日本 OK 如果这个方法是对的话 而我很有信心 这个是国内 国家支持下 香港人可以做得很好的 我们应该是要吸引多些人才 吸引多些人才 投资搞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金融海啸 都未真是完 但我们中环的写字楼 已经不跌了 还在上升 那我们做哪有写字楼 提供这些抗充 那我们现在政府 又说要把中环保育 我贊成的 把旧东西保育 保育之余 降低的密度之余 也要有新的东西 发展 那中环向哪里走呢 唯有向金钟 向湾仔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 海军总部在金钟呢 大佬以前 港英政府的时候 他们背着海面 向深圳河 就说要 海军随时走路 随时支援 但是现在海军 有没有需要 放在金钟这个地带呢 没有需要 政府是不是需要 放在金钟呢 没有需要 那会不太方便 周任权走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他最多都是拿支鬼掌 走路 哈哈哈哈 到时又会被脚通 那我觉得 是我们重新 要将这些事情 重新思考过去 次一时比一时 当时定了天下纳 都不要紧 错了都不要紧 但是现在我们要再重新看看 金融海啸后 这个发展势头是怎样 是否应该重新 要思考一下呢 特别我们说 无论是要做福利也好 或者发展旅游 像新加坡那样 搞很多新的基建大型东西 在在需才 钱从哪里来呢 如果我们能够 将地 不要霸着自己 用来做政府办公室 而是能够租出去 卖出去 给人发展的话 我们那里多很多钱 所以我的大胆构思 就是说 我们应该重新定位 将中环 金钟 湾仔 三度 连在一起 重新做一个新的CPD 加上我们现在新的大厦很少 我们现在 你看看深圳 上海 新加坡 日本 很多新的商业大厦 香港有什么呢 IFC 跟着其他的 很多都够了 开始都够了 那我们没有新东西的 特首就说 我们不应该只顾着我们的硬件 应该还顾着软件 好像我们的硬件已经很够 其实硬件是否真的这么够呢 我认为不行 我们硬件不够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应该停一停 试试想想其他方法 行 政府硬件也很棒 硬件很棒 硬件很硬 味道很硬 你好 你叫政府现在这样改 这个政府 当然我想这个 这个政府 现在还有两年剩下 可能真的很多事情都不敢做 但是我觉得 如果能够在这里 能够拿到主意的话 是真的洗清了它很多 异不决 现在可能都是异不决的政府 那 好过常常在政改上面 常常说要玩一副劲 又玩不到出来 那不如在经济上 玩一副劲 他都劲了 他都不断 大家披了棋 还不劲? 喂 喂 喂 我只是想问了 可能政府就觉得金钟和中环 一向传统上是一个 香港是一个很尊贵的地域 所以政府就会在那里搞总部 喂 大市场小政府是什么意思 市场被人玩 这些这么尊贵的地域 就回市场玩 政府不需要一定 你看看英国唐廷街 人家是年轻的政府 不用建了一个很大的庙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 是我们应该要想的方向 好了 有一个问题 18区都有一个总部 那谁才是总部 当然是一个总部 那些官员 主要官员可能都要找一个地方 都会去 还是18区走围去 如果真的政策局那些 那些可以聚买一堆开会 有什么需要的话 都不要紧要 你就去个啟德机场 有很多地 那里又做游轮码头 将来会是一个好的旅游重点 加上如果是政治重点 会更加相当益章 那里是可以想的方向 有很多地 留在中环这个 这么珍贵的地域 以及已经做开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类似华尔街 那这个是一个方向 一个唯一的选择 其实我很赞成 謝慧俊议员的说法 最好曾鑫琦 应该去深水埗 做政府总部 这些总部 就好一点了 是吧 又有高登 是吧 又有高登 方便买软件 有多东西吃 对 那我想问一下 你没有在这件事上 和其他政党或议员 谈过呢 我早几天 我有个施政报告辩论 我已经提出了我的想法 接着我现在12月份 也有个动议辩论出来的 我相信到时 政党会各司各发 发表的意见 之间我也会有机会 跟他们沟通一下 那当然 这是一个我自己 暂时来说 是知人说梦话 但是我相信 如果整体社会的反应好 政党也自不然就要想的了 而政府也自不然 都要再想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完全不可能的东西 我觉得是 我有信心 这个会是一个 慢慢慢慢滚大的雪球来的 阿子健 刚才说你第三节 再跟Paul 就为俊律师 谈谈一些 私人一点 花水一点 和白姐姐那些 开心一点 那些 好 再谈谈